上个星期的白天好天气 午后或晚上就会下雷阵雨 不过这个星期受到低压带 和梅雨滋留封面的影响 从星期二也就是13号开始 梅雨季首波典型滋留封面报道 全台天气都不稳定 容易有短暂的阵雨发生 也请民众在出门的时候要携带雨具 上周白天好天气 午后或晚上才会降雨 不过这周周一起低压带影响 接着周二受梅雨季首波典型滋留封面影响 本周预计都会是不稳定的天气形态 出门留意短延时强降雨和局部豪雨的发生 整周天气看起来是非常不稳定 大概要等到18号 这封面大概往北更上去的时候 我们的花莲才会比较好一点点 在台湾这附近都是一个低压带 所以13、14的时候封面大概就会影响到我们 然后15封面往下移 然后16、17又开始上来 然后18才会移出去 所以整周天气我们大概都受到滋留风的影响 天气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也很难得看到整个预测 整个花莲做是高温全部都是30 低温全部是25的一个情形 所以目前看起来整周都会有一些雷震雨 而且局部地方可能会有大的雨势 所以这一周天气实在是就是不好 所以如果你需要出门的时候 最好是吸带雨具 然后碰到雷雨打雷的时候 你可能尽量不要在大树下或是空旷的地方 滋留方面影响 中南部有明显降雨且时间较长 花东人留意局部阵雨或雷雨发生 一直要到周日降雨才会趋缓 不过预估水气持续到下周四冬五节前夕 提醒民众17日周六补班日 出门也要记得吸带雨具 记者长邦彦林师报导